欢迎收听吕鹏大案即时 本期节目为大家讲述 09年发生在湖北黄石的一起续案 湖北黄石不知道咱们听友里面有没有这里的朋友 黄石有一个特别著名的风景区 叫西塞山风景区 这一天大半夜的时候呢 这个守门的工作人员人都已经下班回家了 白天呢 检票口啊是封着的 谁买票谁能进去 但是到了晚上呢 检票口的门就打开了 就当时凡是喜欢夜游的朋友啊 就可以免票自由进出 这时候一道白光刷就过来了 自拉一声 一辆摩托车停在了山脚底下 摩托上呢 下来两个黑影 一个高个子 站得歪歪扭扭的啊 一个呢矮个子 可是一看就稳稳当当的 这用过去话说这下牌稳呢 俩人推推扫扫的就进了山门 往风景区的山上就走过去了 二十多分钟吧 俩人呢 来到了一处悬崖边上 距离这个悬崖呀 直尺直摇 悬崖有多深呢 一百来米 高个子实在是走不动 这时候一屁股就歪倒在一块石头旁边 矮个子呢 也顺势坐了下来 俩人背靠背 矮个子拿出身上的烟 给高个子点上 这高个子呢 舒舒服服的抽了一口 哎呦吞云土 舒坦极了 可是他怎么也没想到 这是他这辈子最后的一根烟 突然呐 背后的矮个子身子一闪 这高个子呢 就扬倒在地上了 矮个子迅速站起身来 骑在高个子身上 双手就掐住了他的脖子 这时候高个子都懵了 你干嘛呀 对不起了 是你老婆让我这样的 随后空出来一只手 解下自己身上皮带 在高个子脖子上 勒上了一圈 狠狠的勒了五六分钟 高个子再也不动弹了 随后矮个子一使劲 把这高个子就推下了悬崖 一切又回归沉寂了 又是夜深人静了 矮个子一个人 在那块石头上歇了一会儿 抽口烟 然后呢就下山了 骑着摩托车一溜烟的就跑了 距离西赛山风景区几十公里外 是湖北省另一座城市 鄂州 在这个燕姬镇呢 有一个村子 叫车湖村 37岁的哨兵 就是这个村子的村民 可是有一段时间 没在村子里边露面了 左邻右舍闲聊的时候 有时候就也问 哨兵哪儿去了 有一阵没见着他了 哨兵的媳妇张梅就总是说 我家哨兵出去打工去了 是吗 去哪儿打工了 跟谁去的 说去广东那边打工去了 可能过一阵还有可能去福建 反正家家户户的男的 都有过出去打工的经历 说今天在广东 明天在福建 后天到了哈尔滨 这都是正常的 居无定所 大家习以为常 也没人真追究 说你家哨兵去什么地儿 门牌号多少 打工的那厂子名字是什么 厂子多少人 老板有没有媳妇 老板的孩子多大了 没人问这个 也就闲聊 没一聊天 一句话就过去了 时间一晃啊 就过了一个多月 要不是发生了另外一件事情 人们怎么也不会想到 原来哨兵出去打工 背后还有着惊天的隐情 09年6月3号上午 湖北省鄂州市鄂城区公安分局 燕姬派出所 接到报案了 什么事呢 说车湖村 一名48岁的妇女 喝农药自杀了 死了 在准备入殓安葬的过程之中 娘家人肯定来人 娘家兄弟带领十几个人到村里来了 我妹妹为什么自杀 到底受了什么委屈了 人得讨个说法 跟婆家的亲戚呢 就发生了争吵 并且把帮忙料理后事的村里人就给打了 要求派出所出警解决纠纷 派出所民警一听 这一般就是民事纠纷嘛 迅速的赶到了现场 这一了解情况 得知啊 6月1号下午的时候 死者李澜因为家庭琐事 跟丈夫少棍吵了一下 吵完之后呢 一氧搏 一瓶农药 吞吞吞吞吞吞吞 喝进去了 当时就自杀身亡了 按照当地的习俗 6月3号就应该安葬了 但是入殓的时候 娘家人发现不对 要是喝药死的 身上不会有外伤了 可是 为什么死者身上有伤口呢 口鼻部位都有瘀伤 然后呢 在这个脖子上有掐伤 并且脸上还有划痕 娘家人一看 哎呦 这里边有事 我家李澜呢 是不是喝药自杀的 这还说不准 甚至有没有可能 是被婆家人给害死了呢 所以就强烈的要求 进行法医尸检 而且还向公安机关 写下了书面申请 但是当殡葬车开进村里 准备把死者送到殡仪馆 准备开始法医检验的时候 他们却反悔了 李澜呢 他儿子已经成年了 也坚决不同意解剖验尸 毕竟死者伟大 得留个拳户身 他们的意见呢 就说李澜纯属是喝药自杀 不用你们警察忙活了 这时候的民警一看啊 既然双方也都协商解决了 也不吵了 那我们就走吧 这么着呢 就准备回去 燕姬派出所 当时的所长姓黄 叫黄朝忠 是部队转业的 袁范连 他呢 有过当兵的经历啊 所以呢 个性之中 有军人的那种粗犷 同时多年的这个警察生涯啊 也让他更多了一份精细 可以说是有粗有细 这时候啊 他就旁边安安静静的 在那观察着死者家属的情况 他发现死者家人们态度 有点奇怪 婆家娘家的亲戚呢 好像都各怀心思 不像说一般 死了家属了 大伙是互相联系 互相安抚 哭天抢地啊 而村里人呢 表面上都非常的平静 可暗地里边 都在那怯怯思语 哎你知道吗 他们家是这么回事 哦是吗 我也听谁谁说了 可是民警一问话 都小心翼翼 哦 这都不不 不知道不知道 谁知道 为什么自杀呢 哎呦 你看可惜了的了 现场这种诡异的气氛 让黄所长啊 是格外的冷静 死者亲属 态度是前后不一 各执己见 李澜的尸体上呢 确实也有伤痕 死亡原因也确实可疑 民警们后来进行分析 就认为死者兄弟 要求法医尸检 是气愤之下的第一反应 是真实的心理诉求 就我家人为什么就死了 为什么身上有伤 而事后反悔呢 则是受到了很多外因的干扰 有可能是考虑 反正死也死了 不能复生 亲情呢 还得维护着 毕竟 跟这个婆家人 你不能断了联系啊 有那么大一孩子呢 从而委屈求全 所以这时候黄所 果断决定 你们呢 甭发表意见了 这尸体 一定得经过法医的检验 但是 为了避免引起不必要的冲突 首先呢 还是得争取家人的配合 民警们就分头 做家属的工作 跟他娘家兄弟 民警们就说了 既然你们呢 最早提出了法医检验 肯定不会无缘无故的 至于后来又反悔 应该心里边呢 是有疑虑 担心出现不愿意看到的结果 而导致亲人之间的疏离 可是咱们要不把真相弄清楚了 就贸然火化安葬 你们这心里啊 肯定会有疙瘩 一方面呢 没法面对亲子妹的在天之灵 另一方面呢 怎么可能真正让婆家娘家 出事之后还相亲相爱呢 民警呢 又找到婆家的亲戚 跟他们说了 站在亲情的角度上啊 你们应该紧力的消除死者娘家人的疑虑 而站在法律角度上 你们有责任配合公安机关 弄清死者的死因 要真的是喝药自杀了 尸检肯定会给出一个明确的结果 大家呢 消除误会 消除疑虑 大伙心里边啊 就也没什么牵挂了 可以接着料理后事了 以后该怎么走动怎么走动 但要不是自杀 这后边还有其他的事 谁也掩盖不了真相 谁也袒护不了真凶 弄不好呢 还得承担上一个袒护 包庇的嫌疑 民警经过一天一夜的耐心说服工作 死者两边的亲属啊 终于同意进行尸体检查 6月4号的时候 鄂州市公安局的法医就初步进行了尸检 因为当时在湖北省 所有农村使用的这些农药里 普遍的都是含有机磷农药 市公安局的法医 在这个尸检里面 没有发现有机磷的成分 那么法医呢 也给出了致死原因的推断 第一 可能是外力造成窒息 从而导致死亡 第二个可能呢 是由外伤引起了内脏病变 引起死亡 而最终的结论需要进一步 由专家进行验证 在伤情省级专家的过程之中 民警们通过现场访问 发现死者李澜的丈夫少贵 行迹可疑 都有哪些疑点呢 第一个呀 死者娘家兄弟说了 少贵曾经跪在他们面前 哭着说我做错事了 你们放过我吧 并且说 儿子呀不能又没有娘 又没有爹呀 想想 要是跟少贵一点关系没有 他会跪在娘家兄弟面前说这话 第二个可疑的点呢 是少贵无意之中 暴露了他身上有轻微的划伤 你看 李澜尸体上也有伤痕 你少贵身上也有伤痕 怎么伤着的 第三个疑点 在民警劝说亲属配合工作的时候 少贵呢 他作为丈夫 不是跟民警说你们一定要查个水落石出啊 我一定要弄清楚我媳妇到底是怎么死的 我要真相大白 他不是这样 他一再强调 人都死了 入土为安吧 别捡了 赶紧火化了吧 不过这些都只是疑点都只是推测 没有其他的证据 现在少贵这边的亲属啊 包括村子里边的村民呢 都不满李澜娘家兄弟带人来闹事 所以大伙情绪呢 也都挺激动 这种情况之下 民警们很难直接把少贵带走 这时候黄所长啊 巧妙的利用了婆家娘家双方对质的势头 找来村支部书记 让他帮着做大伙的工作 同时民警呢 以询问家庭矛盾 并且保护少贵的人身安全为借口 就把少贵带到了派出所 带到派出所这一深入调查 民警发现了更多的疑点了 首先呢 李澜的儿子已经23岁的大小伙子了 他说了 连续两天我爸呀 都没在家里边待着 5月31号下午 我爸爸才回来 为此呢 我妈和我爸还吵了一架 6月1号一大早上 我爸就外出了 我呢还在楼上睡觉 我听见外边有人跟我妈打招呼 还问他说 李姐你给菜打药啊 我妈还说呢 说是啊 给菜打点药 当天中午呢 我爸从外边回来 我们一家三口在一块吃饭 结果他们俩呀 又吵起来了 我赶紧就把他们制止住了 在这之后 我就看见我妈 跟平时一样 照顾瘫痪在床多年的 我奶奶 我奶奶都86了 他还下了面条 给我奶奶端过去了呢 再后来啊 我就出门了 我去岳父家呢 看看在那边的媳妇 直到下午4点多 接着我爸的电话 让我带点菜回家去 我当时就挺奇怪的 平时家里的事都是我妈操吃啊 我爸从来不关心说家里有没有菜吃什么的 他不管这些 结果今天这电话呢 很蹊跷 我也没多想 我还是买了些菜就回去了 到家的时候呢 就发现大门开着 屋子里边也没人 我当时还纳闷呢 人都去哪了呀 我就直接进厨房把菜放下 退出来的时候啊 我发现我妈一个人 躺在后边房间的床上 我喊她也没吱声 我就进去了 我就看见我妈脸上有伤 床上的被子也很乱 我用手试了试 发现呼吸已经很弱了 我就赶紧叫了村里的几个小哥们帮忙 开着车 把我妈送到镇上的卫生院了 也拨打了市里的120急救电话 但是在卫生院 支班的医生说 人已经没有生命迹象了 赶过来的120救护车上的医生 也说人已经死了 他们就直接把我妈拖回家了 除了李兰的儿子 交代了这样的情况之外 在调查走访过程之中 村里的几个中年妇女 也说了这么一情况 说当天下午啊 李兰还跟我们一块打过牌呢 下午三点多吧 他说给少棍啊 做饭 得先回去 他就回家了 李兰儿子的话 加上这些农村妇女 李兰的这些姐妹们的话 再次印证了 李兰很可能并不是自杀 被带到派出所的少棍啊 是什么也不说 就是百般抵赖 我哪知道啊 跟我没关系啊 后来经过一夜的抵赖之后 他自己说实话了 他说我呀 一时生气 失手就捂死我媳妇了 5月30号跟31号这两天呢 我都在城里玩 在朋友家睡觉 31号晚上一回家 他就跟我吵 6月1号早上 我出门有事 中午回家 我们仨人吃完饭之后呢 我就又准备出门 李兰就问我 又去哪 我心里烦 我就又跟他吵起来了 后来被我儿子制止住了 我儿子呢 就出去了 出去以后啊 李兰又跟我啰里啰嗦的 我就用手指头 戳了戳他的额头 还打了他一巴 李兰呢 就把我肚子上啊 给挠了一道子 我当时也气急了 一把就把他掀到床上 口鼻朝下 用被子捂了五六分钟吧 一开始呢 他还直蹬腿 后来一动不动了 我把他翻过身来 结果手指把他脸上 也给划伤了 然后我就出去了 在外边呢 给儿子打了个电话 让他带点菜回来 我后来知道 我后来知道 李兰死了 我也伤心 我没想弄死他 我还想跳江自杀呢 可因为我妹妹啊 始终跟着我 我也没跳成 哎 这事 少贵 跟民警说的 民警随后又展开调查 发现少贵这里边啊 也不全是实话 最起码 根本不存在 跳江自杀这个环节 那么少贵 真是一时失手 把李兰捂死的吗 随着接下来的深入调查 民警们又发现了 另一些疑点 少贵在旁边的镇上啊 开了一家铝合金加工店 生意还不错 可拿回家的钱 却不多 少贵和李兰呢 经常争吵 而有人问起来的时候 李兰就总是掩饰说 没有啊 没吵啊 村里人对此啊 还是议论纷纷 说哎呀 知道他们家怎么回事吗 少贵啊 在村里边啊 有个相好的 相好的这女的呢 她丈夫啊 已经一个多月不见人影了 女的对外说呢 说出去打工去了 可是她丈夫走得太突然了 也没跟谁告辞 尤其事先 没任何人听说过 她要出去打工去 也没人知道 她究竟去哪了 那女的就说是去广东啊 还是福建呢 反正是 种种迹象表明 这不像是一起因为家庭所事引起的失手致人死亡的案件 可是案发现场 没有其他人呢 少贵已经86岁的老母亲 虽然在同屋的另一间房里 可她现在和职务人差不多 少贵6月1号之前两天的活动情况到底是怎么样的 谁也说不清楚 相好的女人 究竟是谁 这个女的 有没有参与作案过程 她丈夫 现在又在哪 鄂州市公安局和鄂城公安分局 迅速成立了包括燕姬派出所民警参加的十余人的侦察专班 一般民警呢 加大走访调查力度 另一般民警呢 加强对少贵的审讯力度 少贵1962年11月生人 个子不高 长得很敦实 很结实 可能听到这个形象描述 您就想起来咱们上期节目一开头说的 那个杀人凶手的样子 少贵呢 上过初中一年级 前些年呢 一直在家务农 当过民兵 曾经在李兰娘家的村子里边搞训练 这才认识了李兰 俩人是自由恋爱 随后结婚的 结婚之后呢 感情还不错 生了一个闺女 一个儿子 闺女已经出嫁了 儿子呢 也一年之前结了婚了 少贵在外边啊 做过短工啊 就是建筑类的工人 前几年呢 在临近的镇子上 开了一家铝合金加工店 当上老板了 生意啊 确实不错 家里呢 盖起了三间的两层楼房 这些年呢 村民们手里都有钱了 盖新楼房的呢 还真不少 包括周围十里八乡的村民家里边 凡是有安履合金门窗的 都得找他 他呢 是认识的人也越来越多 钱呢 也挣的越来越多 就养成了我行我素 打得咧咧 什么事满不在乎的 这么一个心态 他始终就咬定 自己是失守无死妻子的 并且口无遮拦的说 说所有的事情 我一个人承担 绝对不连累别人 民警一听 哎 不对 什么叫不连累别人呢 按你说的 你不就一个人干的吗 难道还有别人的事吗 黄所长啊 带领着负责调查走访的民警们 连续几天的时间 都驻扎在村里 又查获了大量的新的线索 6月8号的时候 一个女的走进了公安机关 她呢 叫张梅 36岁 和少贵啊 同村居住 她在哥哥的陪同下 来投案的 一张嘴 就说了一个 让所有民警大跌眼镜的消息 说我丈夫 让少贵在一个多月之前 给杀死了 怎么回事呢 张梅说呀 两年之前 我跟丈夫少兵 在燕基镇上玩的时候 准备去厄城买东西 厄城城区 离镇上还有十几分钟的车程 整碰上少贵在镇子上 说要去厄城 当时少贵呢 骑着一辆红色的摩托车 呃 我丈夫少兵啊 就让我坐少贵的车去城里 据张梅的描述啊 张梅坐在摩托车后座上 跟少贵是有说有笑 哎呦 把这张梅啊 心里边高兴的呀 再感激之余呢 对这个同村的老板大哥 又多了一分好感 在这之后没几天 少贵呢 就主动找他 说走啊 带你城里玩去呀 张梅也没犹豫 跟着就去了 在厄城一家大商场 少贵拿出来一千一百八十块钱 买了一枚金戒指送给他 这个举动让张梅激动的呀 结婚十几年了啊 我男人少兵从来没想过 送我什么贵重的礼物 你看人少大哥 一下子一千多块钱的金戒指啊 哎呦 我就喜欢这玩意儿 他呢 感到眼前这个男的 真是又慷慨 性格又好又能干 同时自己也庆幸 你看 我少大哥喜欢我 随后 少贵呢 又拿出二百块钱 交到他手上 小梅啊 来城里一趟呢 不容易 你拿着 你呢 给儿子呀 买点吃的 哎呀 张梅感动的都不行了 这家伙 儿子 是我跟少兵的儿子 你看人少棍啊 多大方 拿这么多钱 让我给儿子买吃的 还是他爹都没这么疼他呀 当时感动的一把鼻涕一把泪的 儿子都上初中了 少兵不仅从没给他买过礼物 连他儿子想要十几块钱零花钱都要不着 哪像这个 一下二百 买零食去买去 张梅的心 算是彻彻底底的 被这个慷慨又体贴的男人 就给占据了 当天呢 俩人就找了一个小旅馆 发生了两性关系 在这之后 少棍是经常联系的 约他出来玩 他跟少棍就这么着 发展成了情人关系 在张梅眼里啊 丈夫少兵美好了 又喜欢喝酒 人是又懒又馋 没有能力养家 偶尔呢 会到少棍所开的铝合金加工厂 打点零工 少棍也总是特别关照他 应该给五十块钱工钱的时候 少棍呢 也许就大方的给你二百 对吧 给你一百 这样少兵也就得过且过 不过少兵真那么没心眼啊 就什么风声都听不到 什么情况都看不出 也不是 他呢 可能还是听说了一些老婆的风流事 可也不愿意敞开来明说 所以总是在家里呢 找一些无关紧要的理由啊 就跟张梅就在那大吵特吵 有一天呢 这少兵啊 在家里边又喝酒了 张梅就劝他 你别喝那么多酒 你一喝多了呀 话就多 少兵一听脾气就上来了 你再说 你再说 我他妈就把你从楼上推下去 我摔死你 张梅这时候小声的嘀咕了一句 你把我摔死 我还要把你弄死呢 随后张梅这心里啊 也不是滋味 就把这事呢 跟少棍说了 少棍一听 怎么着 他想摔死你 我还想弄死他呢 张梅接着就说 哼 这么一个东西 弄死也行 他没真当回事 不过也许啊 就是这么一句话 就把少棍心里 那邪恶的念头 就给引出来了 这一回呢 少棍带着张梅 又到临近的城市 玩了一天 回到厄城 俩人还是依依不舍 于是又在厄城的一家旅馆里边住下了 俩人不约而同的在那感慨 哎呦 咱俩在一块 是真好啊 这年四月份的一天 张梅家里的铁床坏了 张梅的丈夫 邵兵呢 修不好 邵棍知道了 主动拿来焊机 帮忙把那个铁床呢 就给焊好了 事后张梅炒了几个小菜 让少棍和少兵 在家里边喝酒吃饭 在这中间 少棍就跟少兵说了 兄弟 下午啊 我带你去黄石喝酒去 咱们好久没出去喝酒了 以前少棍呢 也带少兵出去喝过酒 一听又有酒喝 哎呦 少兵高兴的好啊 哥 没问题 黄石跟鄂州呢 是紧挨着的 两座城市啊 都在长江南岸 距离呢 也就四十分钟车程 少棍所在的村子 离黄石市区就更近了 都用不了四十分钟 下午三四点钟的时候 少棍呢 就去村里的一个小卖部门头里 去找少兵去了 少兵早就等在那了 少棍就骑着红色摩托车 带着少兵来到了黄石市的城区 在一家私人酒馆里边 点了几样小菜 自己呢 要了一瓶啤酒 就喝了一半 可是给少兵呢 却点了一整瓶的白酒 少兵啊 经不住劝 一个人差不多把这一斤白酒就都喝了 随后少棍骑着摩托车 带着少兵就来到了西赛山 再后来就是咱们第一期节目讲的 把少兵就推下了悬崖 直到深夜 少棍才回来 首先呢 到了张梅家里 张梅见少棍啊 手在那抖 就问他怎么回事 少棍说了 把他搞定了 意思呢 就是把少兵杀了 事后断断续续的 把经过就讲给张梅听 毕竟是做贼心虚 这一宿啊 俩人都睡不着 说了一宿的话 张梅也害怕 那以后我跟我儿子怎么办呢 甭蛋行了 我跟你们一块过 我们还一万多的债务呢 咱们都在一块过了 肯定我来帮你还债啊 你屋里还有女的呢 你怎么能和两个女的一起过呢 要么选他 要么选我 放心吧 我会搞定的 直到第二天凌晨 少棍才回到自己家里 张梅一个人待在家里啊 总是能看到少兵的影子 一会儿就感觉少兵喝醉酒迷迷糊糊的 在那训斥自己呢 一会儿又是少兵被勒死 面目猙獰的瞪着自己 一会儿又是复活了 抓着他头发 说要把他推下楼去 这张梅啊 越来越感觉日子没法过了 他跟少棍就说了 说再这么待下去 我就快疯了 我想离开村子到外边打工去 可家里的债务不还清了 我也走不了 你呢 拿钱让我还债 可少棍一直拖着 没有给 就劝他说 哎呀 行了 你别担心 我会安排好一切的 六月一号下午四五点钟 少棍给张梅打电话 我把他搞定了 他一听就明白了 上回说搞定了 是把少兵杀了 这回说把他搞定了 那肯定是把媳妇给宰了呀 跑出门 准备看个究竟 老远就听村里人说 少棍的妻子李兰死了 六月四号 少棍被民警带到派出所 张梅心里更害怕了 特别是连续多天 民警们进进出出的 到处调查访问 他实在憋不住了 就跑到娘家 找自己的哥哥 跟哥哥说出实话 然后哥哥呢 就极力劝他 说你啊 投案自首去吧 毕竟跟你关系不大 都是少棍动的手 他呢 还顾及到少棍 哎呦 说了 我棍哥怎么办呢 还你棍哥呢 你现在自己都顾不上了 你还顾得上他呀 后来张梅又说 这在燕机镇上派出所去投案 太丑了 大伙就都知道了 于是在哥哥的带领之下 6月8号这天 来到了鄂州市公安局巡逻警察支队 而那边 还在依附抵抗的少棍 在审讯人员面前呢 还讲条件呢 他呢 承认和张梅的婚外情 没有想遮遮掩掩掩的意思 反而啊 还带有这炫耀的那种神态啊 就在那讲 我怎么怎么喜欢张梅 张梅怎么怎么喜欢我 并且还匪夷所思的提出要求 说我得看一眼张梅 我想他了 他最近呢 总想吃荔枝 我得给他买几斤荔枝 我还得给他买一套内衣 我得亲自给他穿上 后来民警告诉少棍 张梅啊 已经投案了 并且讲述了事情的来龙去脉 少棍一听 当时就崩溃了 啊 他 就交代了 啊 交代了 少棍呢 就也交代了 他杀死少兵的整个过程 曾经啊 他一度想扮演一个 钟情的情人啊 一个敢做敢当的大男人 而这会儿 却把一切责任都推给张梅了 说是他逼我杀人的 他说不如把少兵弄死 我就弄死了 他还说让我要么选他 他要么选我媳妇我就又把我媳妇弄死了 6月11号 民警呢压着少棍开车来到了黄石市西赛山风景区 在一块挂有危险地带寝物靠近的牌子下面 就是一处临着长江的悬崖 绝壁 绝壁的尽头啊 有铁护栏 陡峭的山体外边 就是长江 少棍指着悬崖边上的一块大牙石 就告诉民警 那天呢 我就在这 把他给推下去了 少棍说这些的时候 神态是非常的自信 并且还信誓旦旦的说绝对是这 我不会记错的 肯定是这 这就跟在炫耀 自己曾经做过一件多么了不起的事情似的 说一点忏悔的意思都没有 将近90度的悬崖绝壁 离江面一百来米 杂草丛生 这样的环境里边说找一具尸体 这得多难呢 况且尸体很有可能还落入长江了 这要到了江里边飘到哪去 可就没准了 再者 少棍说的是真话是假话 现在还不知道 如果是真话 活要见人死要见尸 要不没法治正 必须得拿出有力证据 如果是假话 那这就让警方劳神费力 白忙回一场 民警分析 少棍虽然是一个小店的老板 但毕竟只上过一年初中 没读过多少书 法治观念很淡薄 并且行事不计后果 喜欢出风头 在案发之初 想蒙混过关 当知道蒙混不了的时候 又冒充仗义 明明白白的告诉警方 所发生的事情和别人无关 是我一人所为 不要连累别人 得知张梅投案之后 又变了 都推到张梅身上去了 就这么一个一而再再而三 颠三倒四的人 这就说明什么呀 说明他心里边啊 其实很害怕 再者呢 说明他本来就是一混子 更何况 以他的知识面 说不定还想着争取个认罪态度 良好从轻发落呢 所以他说的是真话的可能性 更大一些 6月12号 一支50多人的寻找尸体队伍 就组成了 范围大难度高 为了节省时间 民警们采取了海陆空 立体作战的方法 进行尸体的搜寻 什么叫海陆空啊 海陆啊 就是乘船走水路的民警 在长江公安派出所的支援之下 乘着船从水面上 往悬崖上攀缘搜寻 那么路呢 也就是在路地上 四处寻找 空呢 就是消防支队 这些官兵们 把绳索的一头 绑住悬崖上的树干 另一头绑在自己腰上 然后啊 从悬崖顶上 往下坠着 悬空着搜寻 总之 大伙费尽了九牛二虎之力 终于啊 是在距离江面 将近一百米的悬崖上的石缝里 找到了 哨兵的尸体 找是找着了 可要想把尸体 给取回来 更难了 由于时间过去将近两个月 这个地方呢 又是高温高湿 尸体已经高度腐败 围绕在尸体周围的 除了那些荆棘灌木啊 各种各样的植物之外 剩下的还有漫天的苍蝇蚊子 各种蚊虫 最后啊 是崖上的崖底的海陆空联合作战 把这尸体往上一直掉到崖顶上 一点一点的掉上去 一共经过七个多小时的搜寻 加上五个多小时的这个吊尸工作 这才把尸体顺利的带回去 并且送到了鄂州市的殡仪馆 至此终于形成了完整的证据链条 而少贵和张梅也都受到了法律的严惩 一段孽情毁掉了两个家庭 所以说呀 人在做什么事情的时候一定要有底线思维 一旦突破底线 那么等待你的一定是无尽的深渊 今天的节目就为您讲述到这 更多内容咱们下期节目再会 再次继续